DSE 2021 ICT PO1A MC 第一题 去年只有40%效生淡硬 第一题问关于word processing文书处理的软件 问这三个选项哪一个可以有效地 Effectively format一个word processing的 document 选择一就是将最常用的字体 和字体大小的front size设定作一个Default的setting 这个很未对的,因为预设了 每一次不用重新再设定 真的省到时间,省到时间即是Effectively 第二个选择就是将pre-set的styles Apply应用在一些标题headings 类似这一堆styles设定了,一定可以省到时间 三,启动或者使用Auto-correct function 即是自动校正功能 例如我们有些时间打错字 web processor会自动帮你改正你打的错字 我们要想清楚点,改正correction 即是跟Document准确度有关系 但是跟format有没有直接关系呢 似乎是没有的 所以第三个选择不能够认为很有效的 去format那个Document 因为本身它跟accuracy有关 就不是跟format有关 所以题答案就是one and two only 即是A了 DEC2021ICT 譬如问你MC第二题 这题去年只有42%的学生答对 这题问关于8bit tools complement的加数 就问你下面一二三四 哪个加起来之后呢 会产生overflow error 首先我们要了解在什么情况之下呢 两个数商家都会产生overflow 第一两个正数商家有机会 第二两个负数商家有机会 如果一个正一个负加起来 是没有机会有overflow error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正数一个负数商家 它们会互相抵消的 它不会产生一个很大或者很小的数 另外根据8bit tools complement 0行头就代表正数 1字行头代表负数 所以这四条加数呢 第一条就是正数加正数 有机会overflow 第二题正数加负数 这个是没有机会overflow 第三题负数加负数有机会 第四题负数加负数都是有机会 所以题的答案一定不会是B了 只会是A、C、D 另外8bit tools complement 最大的正数是正127 最小的是负128 所以这里这个范围 就是我们能够表达到的数字的range 在这个范围以外的地方 全部都会是overflow error 这里还有个公式的127 就是2的8-1次方 8就是number of bits 最小的负数就是-128 公式就是-2的8-1次方 接着我们逐个看看 A、C、D加上会不会产生overflow error 就是出了个number的大个127 或者小个负128 所以我们写了这些数字的位值 第一个数是2加4加16加32 加上会是54 第二个数是4加8加16加32 加上会是60 54再加60加上都是1、1、4 所以这些数字的并没有overflow error 接着我们用商量方法查询第四个 第三个留给大家查询 留意这是1行头的 即是负数 Tunes Complement有一个折径 如果是1行头 我直接可以把这个位置写成-128 这个是-128 后面1是一个正数位值 所以这里是2、8、16、32 这里是4加64 这里加上它 这里又加上它 这个-70 后面那个-60 -70加-60等于-130 这个小过是-128 所以这里就产生overflow error 所以第二个答案是-D for dot Dat 2021 ICT P1A MC第3题 这一题去年都是51%考生答对 这题问关于ASCII code 不过in has a decimal 16进制 给了两个字母 大家X和大家Z 告诉大家 大家Z的ASCII code in has a decimal 是5A 5A 那我们知道ASCII code 其实是跟字母次序牌 就是像一条线 表达的 这个意思是5A Y就是5A-1 A has a decimal 它代表10的意思 所以它是59 Y自然是58 所以它代表10进制 不是59 而是59 这个也不是58 而是500 所以如果500这个数字 转回10进制 5要乘2 16 8乘1 所以用10进制表达 X其实是排第88 不过题目的要求 是Has a decimal 所以答案是500 答案是C for CAD DSE 2021 ICT P1A MC第六题 这题都是50%的学生 就是答对 这里问Web Processing Software Table of Contents的功能 按一般来说 都是类似这样的模式 有个目录 Table of Contents 这里有一些Chapter的名字 每一个Chapter的页数 通常都会显示在Table of Contents里面 基本上这些都是Hyperlink 就是你按下去 就可以自动跳去 这个页数的Chapter 现在我刚才问 如果我准备Insert一个新的Chapter 那究竟跟着会发生什么事 或者跟着要做些什么呢 好 我们逐个看 A 就是我们要输入一条公式 去计算Page Number 这个很明显就是错的 因为基本上Page Number 它是Program会自动Update 所以这里立刻都回应了 C很大机会是对的 就是Page Number 基本上它是会AutoUpdate 不过我们看看B和D了 B 我们需要在目录里面 输入那个Chapter的名字 这个很明显是不对的 这个不需要这样做 而D就说 在桌上我们插一个新chapter 之后 它就必须在最几个Chapter里面出现 那这个不一定的 因儿新Chapter可以涉在2个Chapter其中间 不一定是Why Chapter 所以未必会发生 所以答我应该是C DLC2021ICT P. by 1 A ʏ 先第首一题,这题去年有52%的学生答对 这题是问DBMSDatabase入data那张form 即是问用form入data究竟有什么好处 因为你不用那张表格入,你可以用一个spreadsheet入都可以 究竟做一张form有什么优势呢 1,减少input error,即是减低输入的错误 明显对,因为如果你设定一张form 基本上你进入data每一个field的时候 你都可以设定一些所谓validation measures 例如确认名字是否真的进入文字,credits 不可以让它进入numeric的data 这些我们叫做format check 又或者这个游记的sipcode只能够入数字 又不可以入字母 这些基本上都是可以做一些validation control 入data的时候少些错误 得出来的database的data就会准确些 又不会出一些错误的结论 第二,会否执行execute sql commands 会快些,省些时间 答案是不会的,基本上没关系 因为执行sql command的速度 或者时间要多少 视乎你的data的量多不多 以及你的program写得 有没有效率呢 这个和你点入data 基本上是没关系 好,三 储存空间会少了 这个看来都不太相似 不太make sense 因为 你起码都多一张form 而你用form入data 基本上都是fixed的 都是一样的 因为你设计的table的时候 已经defined了每一个field field type field length 那个需要的存存空间 不会说变多变少了 所以第1 就会A One only 好 2021ict P1a MC13题 这题 只有28%效生的答案 这题目就给了一个spreadsheet 一个视讯表 就是记录下 一堆开会的记录 即是有什么人参加 participant 日期 meeting code 时间 IP地址 或者用什么电脑开会 现在就想弄个pivot table出来 就想找每一个participant 开会的数目 假设只有四个record Mary开一次 Peter一次 John两次 Pivot table有四个区域 有filters columns grows 和values 究竟participant这个field 应该摆去 哪一个区的位置 就说明要找每一个participant 即每一个人 他有开会的数目 所以participant 就肯定要其中有一个选择 你摆下去 要是摆到columns 要是摆到grows 而与此同时 一些关于会议的资料 例如meeting code 应该摆到grows 这个区 例如 columns meeting code 这里 摆到grows 和 落回couns 的 去数一数 开会 code的数目 一般的数目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要数数每个participant 开会的数目 很自然就肯定 例如 meeting code 因为meeting code 一定是unit 但这个题目 就不容许做这件事 因为 它并没有提及 meeting code 只是提及 要用participant 这个field 所以 我们就要把participant 这个field 代替meeting code 摆到grows 那个区 变成这里 就是carned participant 你说这样通不通 是可以的 it happens 因为每一个participant 和meeting code 基本上都是一个 一对一的关系 所以答案 就是 3 and 4 or only 就是把participant的field 摆到grows 和value 那我们顺便解释 为什麽1 filters这个区 是不会用的 因为filters的用法 就是说 让你剔走 譬如某些人名 在你的pivot table 那些资料出现 例如我不想要peter 那我们剔走他的 所以很明显 filters就不是 for找出 每一个人 究竟开了多少事会 目的 用一个spreadsheet 去试一试 那个效果 那这里呢 带了几个record 出来 Mary Peter John 他们的meeting code time 和days 那这里就做一个pivot table 那有四个区 包括有filters values columns 和rows 那如果我想数一下 每一个人 开会的数目 那 其实要 一天是rows 就是add 那个participant 立刻出的了 John Merripetter 或者column 都可以 其实 在这里出了 我现在用回 roll先 那跟着呢 我就想数一数呢 究竟是 就是每个人开会的次数 那所以呢 values 那一定是要add回 正常来说的 meeting code 那如果你跟着考试 同步呢 把participant 其实都可以的 因为呢 你看到这里呢 就用了account function counta 设计 设计 John 两次 Mary 两次 Peter 一次 那这里就变了 account 8 of participant 那一样数到的 我说 我试一下这里呢 用meeting code 那都是一样啦 如果meeting code呢 John 开两次 Mary 一次 Peter 一次 那我们选择 filter filter 什么呢 就是可以 给你剔走某些人呢 不在pivot table里面呢 出现了 filter 你按add participant 那就 譬如我想剔走 Mary 只有John和Peter 在roll 如果你再加回呢 那些participant 那就不会有 Mary在那里了 行了 就是少了一点 那所以呢 filter就并不符合体谋的要求 DNC 2021 ICT 毕禄雲利 MC 第21题 这一题呢 去年只有37%学生 答对 那这题呢 这题呢 问关于 computer operation assembly language 那这题呢 这题是一题 典型呢 难呢 就比较抽象的问题来的 因为呢 assembly language的program呢 比较难有实质的操作 就只能够 当作concept 这样去读 和理解 那题目呢 就给了一句 assembly的指令 low 1000 那low呢 其实就是 off code 1000呢 其实operand 就是一个memory address 但是这个指令呢 其实它做什么呢 其实这个题目里面 就不是太重要 因为呢 其实它就问 究竟 在电脑的这么多component里面 哪一个负责 decode 去解码呢 这个instruction 是做什么的呢 是bus register alu 还是cu呢 那我们排除的 很明显 不是答案的先 例如bus 它就是负责呢 在电脑的component之间呢 传送那些data 或者control signal 就像公路上的巴士一样呢 将乘客由A点 传送去B点 那电脑的世界呢 bus其实就是那些电线了 而data呢 就是那些乘客 所以bus是不会用来 去decode 那个instruction 是做什么的 那另一个很明显 都是不会的 就是register register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 那个cpu 里面的memory 我们通常都叫做register 它是记忆体来的 就不是负责做decoding 那就做了两个选择 alu 就是arithematic and logic unit 就是负责做 加 减 乘 除 和 and or not 那些operation 还要比较大个小个 那几明显这个是和计数有关系的 亦都是和decode 没有关系 那这个就是cu 就是我们的control unit 是负责统筹整个cpu里面的每一个component的运作 包括decode 那个assembly的instruction 那我们解构的cpu 其实它就占了这部份 就是cpu里 这部份 就是ram 这里是alu 这里是control unit 而assembly instruction 例如这个 loat1000 准备decode的时候 就会放在这个位置 放在instruction register 那里 而负责decode那部份 就叫做instruction decoder 它就是within control unit的其中一个component 那当然其实这个指令 未放入instruction register之前 其实它就是 存在一个ram里面 某个address 会记住 这个loat1000的instruction 好 所以 很明显的答案 很明显的答案 是control unit 其中这个instruction decoder 负责解码 那个assembly instruction 究竟它是想做什么 DSE 2021 ICT P1AMC 第25题 这题去年 都是得生的percent学生 是答对的 同时就说 Mary在他的office 用他的流动电话 可以遗控到 他家里一些的 电子产品 例如电视机 当然他家里 都有一个wifi的network 这题目就问 究竟这个过程里面 会涉及什么的 网络设备 包括 LAN Local Area Network 2 Internet 3 SS Point 我们要留意题目的 另一个which are involved 即是实际有用到的 网络设备 我们看看 Lan Local Area Network 基本上 Mary的家里的network 都肯定是一个Lan 一个局部区域的网络 所谓1都肯定对 第二 Internet 因为Mary的office 理理上和家里 应该是身住两个 不同的地方 而他又说 他的手机是可以直接 connect 去家里的wifi network 中间这个network 基本上 都肯定是Internet 所以 Internet 是会涉及的 三是 SS Point 即我们俗称 AP 基本上 Mary的家里的wifi network 都 起码会有一只 AP AP 例如电子机是可以上网的 就经这个wifi的信号 经这个AP的信号 就接上互联网 所以这题的答案 就是123都对 就是 D4D DNC 2021 ICT P51A MC 第29题 这题 大约一半的考生 是答对的 这题是典型的 Algorithm的文化 有些sudo code 给了我们 就问我们 究竟sudo code 会有什么output 最后 做一些问题 基本上是用 Standard的方法 就画一个DryRunTable 出来 写下 我们用的variables 例如 xy 接着我们就逐句逐句去执行它 每执行一句 写下DryRunTable xy的两个variables 的values 首先 x是9 然后 y是2 接着有一个repeat loop repeat until x是等于0 这个x对0 我们叫做一个 exit的condition 就是当x是0的时候 这个loop 就要中置了 好 接着我们看 loop里面 output remainder of x divided by y x除y 会有remainder 我们再加一个column 写output x除y的remainder 就是9除2 remainder 就是1 因为9是单数 所以output1 接着我们将x除y的integral part 就是整数部分 就是quotient 双的quotient quotient 入到x 所以 9除 2 4 4 4 就replace 9 现在x是4 4 等于0 是false false 要再loop 接着有 x除y的remainder 4除2 就是remainder 是0 output 接着有 x除y的integral part 就是quotient 双的双 放到x 所以4除2 是2 2 就随了x 现在x是2 2等于0 也是false 所以又loop 所以 x除y的remainder 2除2的remainder 今次都是0 output 接着再做x除y的integral part 2除2的quotient 是1 1 随了2 现在x是1 1等于0 还是false 所以再做多次 再做remainder of x除y 1除2 remainder 是1 output 接着又找x除y的integral part 找个双 1除2的双 这次没得随 是0 所以 0 接着1 现在x是0 所以0 是true 这个loop 就要终结了 所以这对sudo code run完之后 两个output就是 1001 答案就是 D for dot DSC 2021 ICT4 PV1A MC第3数题 这题都是不够一半考生答对的答案 其实是问problem solving procedures 那些次序 就是问 写完program的source group之后 跟着 after 重点是 after 之后 不是之前 那就看1、2、3 哪个合适 如果我们记得 problem solving procedure 这六个步骤 应该回答这个问题 不会有太大困难 这六个步骤 顺序就是 define problem 分析问题 设计的algorithm 开发那个solution 就是写program 跟着debug 和test 最后是documentation 所以写source code 其实就是 step number 4 跟着要做的 就是debug 和测试program 所以第2个选择 测试program with boundary cases 这个 对的 那我们再看 1、3 为什么是错 1就是说 outline problem input 和output requirement 就是 日是需要什么 出是需要什么 这个部分 很明显属于step 2 分析的问题 需要做的 这个其实就在 写曲之前 就不会在 它的之后 所以1 就不对 然后我们看 option 3 define 问题的scope 这个 就是problem identification 那个步骤做的 就是define 你的问题 有多大呢 其实属于step 1 也都是在 写曲的 之前做 不是之后做 所以 三个都是错 所以第2个答案 就是beefaboy to only dxc2021 ICTP1A mc 第3个问题 这里都是大概 一半的口声 是答对的 这也是一题典型的 typical 选择的问题 选择的问题 的问题 也是用回那个典型的方法 就是画一个 Dry Run Table 去追踪 每一个 Variable 的Values 的变化 我们顺利 最后 x y h 这样 首先 x是6 然后 y是4 然后 h是2 好 接下来的Value Loop Body 就是红线 那Value H 大个0 即as long as 这个条件 是True 那你就要Loop了 就要做 里面这些东西 h是2 2大个0 是True 所以 我们就要做了 好 x加y 蓋x 即6加4是10 10 蓋回到x 所以x是10 接下来x x-y 蓋回到y 这样 10-4 即6 6 蓋回到y 所以y 变了6 接下来x-y 蓋回到x 10-6 即4 4 又蓋回到x 你发觉这些三行 比较古怪 搞来搞去 其实你看到合观效果 本来是xy64 做完这三行 xy变得46 其实就是swap了 inner change 它的values 所以客观效果 就是swap了xy 所以可以省略 一些加减的动作 接下来x-1 蓋回到h 所以 h-1 变分1 h还是1 1大个0还是True True 你就要再对叠xy一次 所以就对叠 6 4 h又要再按1 1按1 变0 好 现在h是0 0大个0 咦 这是false false 就不用再loop了 所以就obey 所以就obey y 最后就是4 所以答案就是c for ca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